东士郎日记,第三卷,第三节。 3月24日,这一天风和日丽,避空万里,我们为这万物复苏的春天而欢歌。 防卫工程已经完成了,工程结束之时,就是这些一直顺从劳作的16个苦力上西天之日。 小队长村下少尉就是否杀他们一事,召集我们讨论。 我认为不该杀这群可怜的老年人,当然里面也有壮年男子,他们都是农民,不是敌人。 他们一直很驯服的劳动,没有半点反抗之意,把我们的意志当成他们自己的意志,我主张应该释放这些人。 但是,东军,小队长停顿了一下,继续道,万一他们去敌人那儿告密可怎么办? 他们建造了我们的阵地啊,那就只有决战到底了。 我可不会退却。 我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凭他们那群残兵败将,成不了大气候的。 我可不能这样干。 我是队长,我得保住大家的命,也不能让任何一个部下辅伤。 他们都是些善良的农民,而且干活很卖力,很听话,他们可没有半点反抗。 我认为不能杀这些人,这样做不人道?难道战争中还有人道可言?战争中果真没有人道吗? 心里想住人道,还能去打仗吗? 我认为即使在战争期间,有的时候也还是必须讲人道的,当然并不是指任何时候。 你说的人道就是同情心吗? 不,讲人道不仅仅就是有同情心,我只知道字典上写的定义是人所应遵循的道义。 我不了解其他的哲学含义。 我通过战争,尝试考虑人道这个问题,但怎么都弄不懂。 我现在正为虐杀和人道这两个定义而烦恼。 我认为自己还是能分清人道之外的,战争期间士兵所应遵循的军制道。 我会刀凯杀敌人时不会有半点犹豫。 但去杀这些农民,这些安分干活的人时,还是应该考虑考虑。 我无法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明人道这个问题,但我感到不应该杀他们。 你能证明他们都是些善良的农民吗? 他们肯定是农民,要是敌兵的话,那天早上就不会待在村子里了。 这话就说得太武断了。 我也并不认为他们全是残敌。 但万一这里面混了一个敌人,那是太克就严重了。 而我们又无法找出这个敌人,我们小队里默认会说之呢? 是放他们就意味着敌军的来袭。 还是要杀? 可能你会同情他们。 我真弄不懂你怎么会同情他们的。 没想到你的本质中还有这一面。 但无论如何要杀。 但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是不会去爱敌人的。 爱敌人就是恨自己的不对。 作为小队长,我不能让自己手下的任何人受伤。 我心中很不同意,甚至反感小队长的座位。 我真心地希望他们能获得释放,几次为他们求情。 要是我也是他们其中一员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啊。 无辜的家人被虐杀,自己的房子也被毁坏了,现在被强制压来做苦役,到头来还是要被砍头。 我跟你们的敌人和你们的军队没有半点关系。 我只是挥动铁锹,终生以土地为生的农民。 我与战争没有任何关系,靠天吃饭,一直与土地打交道。 为什么我要面临这种气离子散? 家破人亡的灾难,还要搭上自己的老命呢? 这也太残酷了,这不是一种罪恶吗? 我只是一个农民,没有学士,什么都不懂。 这块土地仁慈地养育了我,但同时这块土地上的人现在要把我这条老命也锁去。 我没做过任何坏事。 我的老婆,儿子,孙子也都是无辜的。 为什么要让我们惨遭这种厄运呢? 这实在是,太夫人到了,总会遭报应的。 他们一定会在心中这样默默念叨。 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一种由衷的同情。 十六个人被从地下室带出来,他们的脖子都被套在一根绳子上,往他们脖子上系绳子时,荒山上等兵满怀恶意地又踢又打。 喂,都要死的人了,不要这么粗暴对待他们呢。 我说的,他们不老实。 他说完打得更代劫了。 他好像觉得在众人面前采取这样的举动会显得更勇敢。 这些苦力中除了两三个四十岁左右的壮年之外,几乎全是年过五十的老年人。 最后带出来的一个是看上去已年过七十,步履蛮山的矮小老人。 我又禁不住想,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们呢? 他们身上有哪一点看起来像个敌兵呢? 小队长,能不能只杀年轻的,留下这些老头子呢? 我说的,但小队长却答道,这些支难人杀了我们的士兵,没有必要救他们。 我望着被排成一列的支难人的脸。 他们的脸上满是紧张与痛苦。 他们没有哼一声,也莫说半句话,只是高昂住脖子, 怒瞪的双眼像猛兽的獠牙一般锐利。 他们从没想到会被砍头,直到脖子上套起了绳子,才意识到死神里他们不远了。 不知为什么,从左边竖第四个老人总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他脸颊下凹,有些秃顶,几条皱纹分成左右两边长长的延伸。 嘴巴不大,下巴有点翘,上面长满了胡子。 颧骨向外秃,但脸不很瘦,他的面容有点像我年迈的父亲。 这样一想,就越发觉得他可怜。 两天前,我给了这个老人两盒烟。 今天我本想在他临终前再给他一支,谁知他从怀里取出了前几天我给他的烟。 我擦了火柴想给他点住,他却满脸愤怒,把烟给扔了出去。 只要是日本兵给的,哪怕一支烟,他都不愿接受。 我看看自己手中燃灭的火柴梗,又看看他的脸,没有作声。 我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我不会因他采取这种态度而恨他。 虽然平时奴役他干苦力活,但因为他与我父亲很像,让我恨不起他来。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从刀下救出这个老人。 我叫了起来,不要杀这个老人。 这时,川土、木下、竹坚、荒山这群混蛋,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群混蛋,齐声反对。 无奈之下,我沮丧地回到了房间,但当我从窗口看到十六个人像被拉往屠宰场的羔羊一般慢慢向前挪不时,又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就冲出房间追了上去。 川土、竹坚、木下、荒山这些士兵就像赶住小羊的狼一般,得以非凡。 他们就像耐不住饥饿的恶狼会时不时去舔舔小羊的腿一般,一会儿甩住鞭子臭,一会儿抡起棍子用力往他们背上打去,一会儿用脚踢,一会儿肌肉像续一条狗一般大声斥责。 那些可怜的老人,时而被踢得滚在地上,时而被打得弯下腰,时而被推得东到西外。 他们四个士兵好像在炫耀谁更凶狠,谁更毒辣。 我对他们没有半点好感。 他们觉得恶狼扑向小羊是天惊的义的事,从他们的态度里看不出一丝罪恶感和良心的谴责。 在残酷的战场上,良心和道德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呢? 越过铁路后,被绳子绑在一起的老人们跪伏在地上,悲痛地哭了起来,不断地叩头请求饶命。 我心中暗想,这就对了,哀求他们饶命,只要能勾起他们一点侧隐之心,就好办了。 没想到荒山用坚硬的鞋尖踢这些跪在地上的人,还举起棒子,像打一条狗轮了过去。 他们的脸被打肿了,鲜血渗了出来,衣服被打裂了,从破衣裳中,只见他们的腿上也流住血。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拼命地叫住,大人,大人,一边哀求一边跪拜。 他们被踢得滚在地上,又被拉住脖子站起来,亮亮呛呛地向前迈步。 我愤怒地吼叫起来,荒山,就动手去解套在那个长相酷似我父亲的老人脖子上的绳子。 逐渐历声制止,但我还是不顾一切的解绳子,这时,荒山,川土,墓下等一起大声叫起来,东军。 快住手,快住手。 我也不甘示弱,不能杀这样的人,他们太可怜了。 这也可怜,那也可怜,那就一个都不杀了。 他们四人叫道,那就把他们全放了,不就完了吗? 我看你们是害怕敌人的夜袭吧。 混蛋。 我回答了,但我没有坚持下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最终一个人也莫能救成。 我被一种寂寥的感觉紧紧包围。 我开始试出反省,难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一个歹小鬼吗? 我重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战斗经历。 我想我能堂堂正正地申明,自己从来没有胆怯过,退缩过,也从没有干过愧对良心的事。 不管是什么战斗,我从未从后面偷袭过别人,从未从战场上开溜过,我是不怕打仗的。 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敌人来信息,我是绝不会有半点胆怯之意的。 这并不是盲目自信,也不是自吹自擂。 再看看那四个士兵吧。 木下时一听到有战斗就留在后方,到现在还没有打过一次仗的歹小鬼。 有个晚上,他在南楼下村放哨时,听到马用前提袍地的声响,就大叫,敌人进攻了。 吓得魂不覆体。 在第一线上时,也没看出川上和竹坚有多勇敢。 他们四人之中,只有荒山上等兵是勇敢的。 对他的勇猛,大家是有口皆碑的。 他不论什么战役都打得很顽强。 他是一个爱自我陶醉的人,但同时又是一名勇敢而残酷的士兵。 没一会儿,十六个苦力都被处决了。 野口目击了整个过程。 他这样说道,他们被带到白山腰,在那儿有一条青邪度不大的小路。 他们就是在路边被杀的。 他们已经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了,个个都很镇静。 他们从容地坐下,把脖子向前伸,那种泰然的态度真让人叹服。 人们经常说古日本的武士,个个视死如归。 他们从容的态度,绝不亚于日本的武士。 他们里面只有两个人试图逃命。 担任战车队队长的中尉卡了四个人头。 他的动作熟练而利落,大家看了都很佩服。 中尉在砍第五个人的头时,说要留一点皮肉。 他的刀工实在是到家了,遭砍的头锤挂下来,只有一点点皮肉与身体连着。 那些人眼看住同伴一个个被杀,没有露出一丝反抗与恐惧,轮到自己时,还向前迈出一步,那样子不像是将被砍头的人,倒向去天堂似的。 黄山用刺刀挑了一个,两个,三个。 当他准备挑第四个时,只见那个四十出头,人高马大的汉子一下子站起身,完全是一副敞开胸膛认你刺的气势。 他的眼睛狠狠地瞪住黄山,黄山黑地刺了一刀。 他应声倒了下去,但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爱的一声,睁大眼睛,又站了起来。 任听胸口的血鼓鼓地往外流,他用日语叫了一句上等兵,然后插开双腿稳稳地站住,还举起右手微笑了一下,似乎在等住第二刀。 他的样子非常壮烈,我们个个都给惊呆了。 黄山嘴里叫住妈的上去,又是一刀。 这个汉子总算咽起了,一路上对苦力们又踢又打的穿土和竹坚,却一个人也莫杀。 木下呢,用刺刀在别人杀死的尸体上虚张声势地做作样子,只刺进去一两寸身,遭到众人的嘲笑。 我们的小队长一个人也莫杀。 我听了他的话后,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 看来他们里面果然混有残敌,就是那个壮年汉子。 小队长回来后说道,东军,真有敌人混在里面呢。 黄山刺的那个汉子说不定还是敌军的首领呢。 我开始在心里反省起自己的行为和感觉来。 那个据推测是敌军首领的汉子,他歹视过人,知道日本兵的等级,而且居然知道上等兵的日语说法。 要是放了他,虽说我们不怕敌人袭击,但带来的损失将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小队长,为了尽可能减少手下人员的损伤,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即使从个人感情出发很同情其他农民,但从大局出发还是决定把他们全杀掉。 现在我总算理解小队长的意思了,战争就是无限制的行使暴力。 战场上没有比送香公之人更可怕的了,我的浅薄的人道官,就好比送香公之人。 我的脑子里定格了一个放大的镜头,就是那个汉子插住腿,挺起胸,举起右手,浑身是血的身字。 我觉得他好像就在嘲笑我的送香公之人。 的确,现在是在进行流血的斗争,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抚摸之那人的头,我们的手应该狠狠地敲打他们的脑袋,粉碎他们的骨头,毫不留情的,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切吗? 这场战争,这场不先而战的战争,另一方面不也需要做安抚工作吗? 打仗是为了赢得胜利,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用上任何武器。 那么也必须让道德与子弹作交换吗? 道德也应该成为胜利的牺牲品吗? 如果践踏道德就能取得胜利的话,我们也得毫不迟疑地牺牲道德吗? 不论是将对我们发生危险的,或是曾经带来危害的,以及可能有害,可能无害的一切,我们都得不受人情与道德良心的谴责,毫不迟疑,挡机立断的杀戮。 难道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让我们变成冷酷的,不讲人性的机器吗? 为了取得胜利,在我们前往胜利的过程中,只要对我们形成一点点阻碍,包括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会形成阻碍的所有人, 我们都得像没有思想,没有道德,没有人情的杀人机器一般,冷阔精确地完成任务吗? 但不管我们遵循什么理论,我们终究还是人,是看到悲伤的事物会流泪,看到高兴的东西会欢天喜地拍手的人。 为了准确无误地完成任务,我们必须同时兼备冷峻的判断力,强烈的意志与勇往直前的勇气。 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判断自己的情感是宋湘公之人,还是吉丁虫佛勘,此为日本古代名寺法龙寺内藏瑰宝之一, 因欠有吉丁虫翅膀而得名,抵坐上会的萨锤那王子涉身似虎之鱼,从而采取正确的行动。 我今天对农民所抱有的同情,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但在我身上是一种错误, 因为我是一名为了取得胜利而奋战的士兵。 那么人类为何要不断重复悲惨与流血斗争的历史呢? 我真是弄不懂,毫无头绪。 人类最后会不会展开斗争,对月球的土地进行分配。 在几十天的行军途中,我没有见到一块石子,也莫看见一座山。 看到的只是东边的大地在远处与云彩相连,西边大地在远处与天空相连。 太阳从大地上升起,又落入大地下,无边无银的大地包容了所有的人种。 当我们被行军与战争弄得筋疲力尽,或是晚上站岗时,探口气仰望天空,只能看到我们生存的大地。 我们末日末夜行军与打仗的大地和天空中几颗闪烁的行军。 月亮冷冷地放出青灰挂在我的头上,但它同时也在几千里外顾乡人的头上闪耀。 几十天来,我们和刘央备,金疲力尽的行军,本以为离故乡已经非常远了,但月亮却在同一时刻照亮了两地。 宇宙是多么雄伟,壮观啊,人类自认为是最伟大,壮丽的事业,战争,与宇宙一比,该显得多么渺小啊。 天地悠悠无银,我们把战争是畏伟大,但它与天地一比简直不足挂齿。 我有时就会沉浸其中,苦思这种荒谬的比较和永远的不出结论的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有人列举出了战争必然发生的理由。 一,人的个性。每一种存在也就是所谓的个性。 宇宙有所有的个性构成,特别是生物和人生是由其赖以存在的个性及其传统构成的。 人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必须有广义的战争。 如果没有与人战斗的欲望,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一个民族要继续存在,就要保持自己的个性。 所谓有力量的个性,即只拥有战斗的力量。 想得到和平的最好捷径,莫过于消除自己的个性。 然而,由此得到的和平,却只能是一种带来自身受奴役和民族衰败之命运的和平。 这就是关于抛弃个性的智性所描绘出的和平。 如果要适应现实,就得沉沦于这种和平。 二、历史的发展性。 历史是发展的。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仅仅保存自己意味着最终只会毁灭自己。 为了不单单保存自己,还要发展自己,这一切都必须战斗。 如果不酷爱战斗,莫如自己退却。 自己退却只有在消灭自己的过程中才能得知。 所谓的生存就是进步。 所谓进步对自己来说就是努力。 与此相识,又必须是对他人的战斗。 历史上众多的王朝灭亡呢? 他们不是自然灭亡,而是为自行灭亡不得不进行了战斗。 历史的发展赋予了这种讽刺性的命运。 三、宇宙的道德性。 根据自古以来的东方思想, 道德并不单是由个人的相关契约而形成的人的价值。 人伦则是基于既深又广的天道。 天道不在于舍去个性的普遍法则, 而是把所有的个性作为、个性来包容, 不掩盖任何事物, 而是让他们各得其所, 构成宇宙的曼陀罗。 它是仁义,是慈悲,是道德。 可是,实际的存在在本质上具备这种本性, 而现实则远离的。 领导现实, 除非形成真正秩序, 任我双方都纯洁, 否则,必须经过战争。 阻碍这个真正秩序的就是恶, 消灭这个恶而实现真实的努力就是善, 就是正义。 正义者必须进行战争。 这种战争是出自宇宙道德性的道德战争。 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国家都能看出, 我们这次攻城掠地的战争是神圣的战争。 我们的战争既不是简单的观念战争, 也不是突然的吞并战争。 所谓一巴抚慰一字, 不是抓住其他民族, 把他们当作猪圈起来, 魏伊宁不是简单的等同于一家, 而是化作一个宇宙世界。 广泛地承认所有的设计与民族的个性, 建立秩序, 并在新的秩序中实现宇宙的真谛。 为了实现这种宇宙的道德性, 却实必须有真正神圣的战争。 摘子忠良哲次是战争与之性。 有人说, 战争是生物生存的必然过程, 我们难道不应该真是这种必然吗? 如果战争是一种必然, 那我们只有抛开怜民, 应其铁石心肠去追求力量, 获得力量, 在战斗中前进。 所谓现实, 拥有力量就是正义, 所谓正义就是力量。 我西数香烟献人了沉思, 每天都是万里无云的晴朗的日子, 可是今天傍晚时分, 暴风雨突然来临, 从窗口望去, 一样的乌云覆盖住天空。 不久, 大力的雨点巴搭巴搭如瀑布般倾泻下来, 一会儿像流线淡般的冰雹也落了下来, 天地狂乱, 发怒, 雨激烈地下住, 好像要消灭地上所有的东西。 发了脾气的冰雹声, 瀑布般倾泻的雨声, 充满住大地。 雨连日来明丽的春光下, 与刚才还辉煌的太阳相比, 简直是换了大地。 在这场雨之前, 杀死的十六具尸体被雨淋透了。 我望住远处的山卵, 吸住香烟。 突然,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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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声响起, 车站工作人员跑进来, 叫住, 偷袭了。 我哼了哼, 依然躺在那儿出烟。 下出这么大的雨, 哪能往外跑? 哎,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依然躺在那里。 十发子弹左右的枪声停止了, 小岛上等兵进来, 抖住湿衣服说, 今天杀了十六个人。 留下来的那两个苦力, 妄想利用这场暴风雨逃跑, 很快就让他们陷了阎王。 我讽刺道, 成了洛汤鸡吗? 辛苦了。 他拘功自傲地竟直去向小队长汇报, 我又抽起了香烟。 小岛是一个很会拍马溜须, 对上私表献猪极大热情的男人。 他是二年兵, 曾是我们新兵的管理员。 他要我们谈军人精神, 故意刁难我们, 喂煮抽烟的事, 我不知被他驯过多少次。 晚上, 我去中队后面放弹鱼的地方躲住抽, 也屡屡被他恶意殉斥。 昨天, 分队队员吃尽辛苦征收来的鸡和分配的酒, 都被他奉献给了小队长。 我发火说, 小岛, 不许你擅自拿分队的东西, 酒也罢, 鸡也罢, 都不是你个人的东西, 都应该进分队全体人员的肚子里。 即便你是分队长, 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分队长没有这个权利。 小岛是各撤投撤伪队上司杨凤银为的人, 他偶尔使用下级, 也是为了自己的安乐。 他为了能晋升五掌, 把四只鸡和三升九拿去进攻了, 队员们各个义愤填膺, 却没有一个人当面去说。 没碰到我的施责, 他都若无其事地回答, 是吗? 你们要以为我是在哪都当部, 我也没办法。 现在, 他准是在向小队长汇报吧。 陆王坟车站孤零零地建在荒芜的地方。 说是车站, 却仅有两三座小建筑物。 车站的东边是广阔无际的小麦田, 西边是连绵不断地光秃秃的山卵。 百姓腰上建筑气派的并带有宫殿风格的陆王的坟。 陆王是什么时代, 有什么战绩的国王, 尚且不清楚。 只是从建造这气派的坟墓来看, 他准是一个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 坦克队追赶助敌人, 来到陆王坟车站。 这条路上埋设住许多地雷。 车站前面大约三公里的地方, 有一辆坦克触到地雷后, 动他不得, 士兵们只好扔掉坦克跑步去追击敌人。 战斗告一段落, 以中卫为首的坦克兵们返回来修理车辆。 他们很怕遭到敌人的袭击, 于是到我们小队来诉赢。 月台上停放住他们开来的重型坦克, 轻型坦克和四辆卡车。 坦克里的两名士兵, 一到晚上就打盾。 枪杀十六人的第二天, 我负责放上。 我打了个盾, 到凌晨两点左右, 附近突然响起两发炮声, 打破了四周的精密。 最近, 我们神经麻木, 听到炮声也不吃惊。 我慢慢坐起身, 竖起耳朵, 那以后什么声音也没有。 换岗的时间到了, 我去休息室, 放哨的人回来报告, 黑暗里, 我听到异常的声音, 好像是两三个人在走路, 传来嘎擦嘎擦, 枪刃的碰撞声和咯哒咯哒饭和的摩擦声。 我问, 是谁? 干什么? 没有回答。 我又叫道, 是谁? 还是没有回答。 声音好像越来越接近了, 我立即报告坦克队, 坦克队长命令开炮。 两发炮弹射出后, 声音停止, 好像怪物的东西逃跑了, 那以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有人说, 在发分怪声的方向, 前几天征收到的一匹马被拴在树上, 莫非是, 我与不少换岗后在月台上巡视, 黑暗中, 我注意到咔嚓咋嚓, 嘎擦嘎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竖起耳朵, 透过黑暗仔细地观察, 隐约看到黑暗中有一匹马的影子, 走近一看, 这匹马被拴在树上, 咔嚓咋嚓地搔住前面, 嘎擦嘎擦地搅住马脚子, 嘎哒嘎哒地摇晃住马鞍, 果真是一匹马, 就因为神经过分紧张而对一匹被拴住的马开炮, 真不值得挨我苦笑住, 在月台上静静地走来走去, 坦克对士兵征收时代回来的四个之难人, 今天要被处死, 当时, 路过我们驻地附近的人, 征收来扛行李的苦力都被我们杀了, 路往坟车站成了屠杀场, 我们是死神, 我本来就打算杀掉他们, 这四个之难人中有三个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一个是超过四十岁的中年人, 昨天下过大雨的天空一下子晴朗起来, 空气清新纯净, 我们坐在铁路上望着他们, 那个超过四十岁的男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他说他四十八岁, 又补充说, 我有父母, 有妻子, 有两个孩子, 他们都在等着我回去, 我不是军人, 是农民, 请一定宽耍他不停地下拜, 额头扣住地恳求主, 他说他的妻子已四十岁, 他在纸片上写了一份请求书交上来,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懂上面的意思, 有人试住去握了握他的手掌, 说, 很柔软, 是个兵吧, 农民, 工人的手掌上都有硬件, 而士兵的手掌都是软的, 尽管人们都认为部队士兵的手掌应该是硬的, 可实际并非如此, 我们用怪枪怪掉的支那与与他对话, 却不得要领, 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过来帮忙, 也没有用, 语言部通令我们十分交集, 请求书里数住四个人的名字, 那个男子双手着地不停地扣头, 苦苦哀求, 我仔细地观察, 发现其中一青年用右手挽住一个小石子, 并且眼睛也盯住那个石子, 这种时候还不老实, 挽什么小石子, 我觉得他大不像话, 就大声训斥, 他又把头碰到地面, 他的头很大, 三角形的脸, 瞪大的眼睛像刀刃般锐利, 额头上布满皱纹, 看上去很阴险, 他一扇见楼, 圆圆的膝盖露了出来, 那张黑红的脸塘令人生厌, 三名年轻人的手掌也是柔软的, 他们中间有个较急自然的年轻人, 长相极好, 一脸的智慧, 看上去像个学生丁, 他也穿着与长相极不相衬的破烂衣服, 这几个年轻人呆子式的装住糊涂, 带人巡查的五掌, 要带两个年轻人走, 说是练习柔道, 他开始练习, 把年轻人背起来再摔倒, 人世间竟然有这样在人前追求无意虚荣的男人, 五掌似乎得意忘形, 他说自己会柔道, 又练了起来, 年轻人被他摔倒三四次, 摇摇晃晃的站在那, 我讽刺道, 喂, 喂, 知道你的柔道棒, 可这里又不是柔道场, 现在也不是练习的时候, 马上就要杀这家伙, 还是不要欺误他吧, 知那人再次排成横队坐下, 左边的那个年轻人不知是头脑简单还是装傻, 在那里发住过, 没有像其他三人那样苦苦哀求, 他扭住身体, 变换住姿势, 小队长认为他态度傲慢, 用刀尾狠狠地敲了他, 在他旁边的那个四十八岁的男子, 夺下年轻人摆弄住的小石子, 咕弄住什么, 准是在对年轻人说, 老老实实地求饶吧, 小队长认为, 他俩在搞阴谋诡计, 越发恼怒起来, 语言不通令我们交集, 也为既不能申辨也不被理解, 许多无辜的良民被杀害了, 我们讯问了一个小时, 什么收获也没有, 他们无法确切证明自己是良民,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杀死他们, 昨晚, 小队长说要借给我军刀, 我原打算用小队长的军刀, 不知何故临到窄杀时, 小队长没有借给我, 不知是小队长讨厌他的军刀会沾染血迹, 还是怕把刀弄断, 我猜想他或许觉得军刀上沾了血迹是不吉利的, 不过, 明知军刀的用途, 却怕被染上血迹, 这种想法很愚蠢, 小队长村下少尉还没有经历过战争, 并且从未杀过人, 我不得已借了车站工作人员的一把一尺八寸长的日文刀, 这四个人将被带到昨天杀死十六个苦力的地方, 我在借刀的时候, 听到逃跑了的海声, 回头看见, 一个年轻人飞快地跑住, 小队长和两三个士兵在后面追赶, 我猛地拔出刀追了上去, 全是泥土的田地, 有一座晚下了雨, 满地泥泞, 烂泥站在腿上, 跑不快, 年轻人拼命地奔跑, 可是以精精疲力尽, 他似乎已经感到死神追来了, 并且以很大的气势追来, 如果被抓到, 必死无疑, 追赶的人怒气冲冲, 一步一步地逼近年轻人, 突然, 好像是办到了什么, 或许是发了疯的脚, 不听使唤, 他一下子摔倒了, 但他马上又站起来试图再跑, 可是已经晚了, 追赶的人抓住了他, 其他士兵忙乱地用刺刀挑他, 年轻人被强行拉起来, 走过来时, 头上脸上流住血, 满身是血, 我绕到他的身后准备杀他, 这时, 小队长发话, 带到山里后再干掉他, 快走, 我怒吼住跟在青年的后面, 追赶的人们气喘吁吁地发怒道, 畜生, 你赶跑, 我跟在青年的身后, 看到他脖子上流住血, 我一是冲动地想就这么走住杀了他, 我大声叫道, 杀, 可是小队长制止说, 再往前走, 不久, 我们来到了扔住昨天杀掉的尸体附近, 我猛地从窍里拔出刀, 战友取下记在年轻人脖子上的袋子, 脱去他的上衣, 我原想就这么站住容易喊, 可战友们说跪住世事, 让年轻人跪下来, 我使劲儿砍下去, 用刀砍人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那一瞬间, 我闭上了眼睛, 砍的同时, 我把刀斜了一下, 自然我的身体也斜住, 没有去看年轻人的死, 站在我身后的种植岛一等冰窖的, 太上了, 回头一看, 年轻人服服贴贴, 一掩掩一息, 耳朵上方的头部已被砍去一半左右, 刀口下方血突然像细细的喷泉似的喷出五六寸高, 那血红的刀口像猎尾两半的实力, 裂口大约有两寸长, 年轻人被砍的瞬间, 哼也莫哼, 砍的瞬间我也什么都不想, 可是看到那十六斑皮开肉绽的刀口时, 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砍的瞬间, 觉得一定能砍中的, 我的疏忽是在砍的瞬间没有右悬一下, 也许是下手轻了点, 头骨被劈成两半, 可刀没有丝毫损坏, 那是因为砍石刀在眼前拉了一下, 如果像砍树那样, 太深了砍不动, 还会损坏刀, 那时, 我想砍得顺利就能一刀解决, 我原来打算对准脖子的, 可是没有砍准, 砍人的时候, 应该对准容易砍的地方, 并且, 下刀的瞬间, 要用力的右悬一下, 不使劲的话, 刀锋就没有力气, 我对我的手腕充满自信, 我的力气十足, 砍的时候什么都不想, 不过我又悬石的力量弱了一些, 从砍的刀口来判断, 可以看出我是用了相当大的力气的, 砍的时候, 最初使劲地握住刀, 而收刀时, 稍稍松了点筋, 站在旁边的岛田说, 他为我的干劲吓了一跳, 我认为砍人的时候, 刀往前伸会砍不动, 如果要说刀往前伸与刀往后拉, 哪一个更需要力气的话, 我想还是往后拉需要相当的力气, 鲜红的血流了出来, 刀刃上只留下一道很细的血痕, 原以为会鲜血淋漓, 可由于砍的一瞬间, 用力拉了一下, 因而没有摘上鞋, 砍人的时候要裹断, 必须是一瞬间, 随着黑的一声呐喊, 立即砍下去, 接着, 野口一等兵砍了另外一个人, 也仅仅是一瞬间, 被砍的年轻人痛苦地挣扎住, 两三个士兵不得已一起刺死了他, 那个四十八岁的男子到现在还难, 看得哭叫住求饶, 不好对付, 他拼命地纠缠住, 最好是放他跑然后从背后杀死的, 我们对他说, 逃吧, 可他没有逃, 一直哭叫住哀求, 小队长下令, 就地处决, 和昨天杀的十六个人加起来正好是二十个, 这二十具尸体横七竖八的躺在半山腰上, 我们从山上下来, 在一烧好了水的桃缸里洗澡, 然后大吃大喝, 最近,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喝酒唱歌, 对我们来说, 晚上的酒宴是最愉快的, 唱家杀曲是最快乐的, 今晚也如此, 我们酒后大醉, 躺倒在地。 三月二十五日, 太郎好像已经忘记了哥哥的死, 有孩子气得快乐起来, 唱住家杀曲, 太郎他们像狗一样钻在床底下躺住, 我高兴地用鼻子哼住教他们唱家杀曲, 我们大醉, 一直酣睡到凌晨四点左右, 突然, 小队长来了, 他命令道, 信号弹在山那头上过, 快去侦查, 我起身一看, 坦克队队员正在整装, 满天星星闪烁, 月色朦胧, 两名步哨站在路旁, 步哨, 信号弹是从哪个方向升起的? 山那边, 早吗? 可是, 东好像不是信号弹, 是银白色, 红色的火焰, 在半山腰扫过, 变成戏焰消失了, 他, 指坦克兵的不少, 说是信号弹, 可我不认为, 不过, 丽花上等兵凝望住远山, 说道, 当然不是一般的火焰, 是一种奇怪的火焰, 那么, 是流星吧? 不, 不, 的确不是流星, 我对丽花说, 不管怎么样, 去侦查一下, 一个小时不到就回来, 当心点, 于是, 我们四个人一起过了铁路, 钻过铁丝网的缺口, 向陆王坟方向走去, 穿过稻田, 登上山间小道, 小道在月色下清晰可见, 我们默默地走住, 刺刀尖泛柱, 白光, 只有笨重的靴子声, 把擦把擦在寂静的山间回响, 走了一会儿, 我们看到左边稻田里横住一具尸体, 是昨天下午杀掉的那个家伙, 往前走了十五六米, 又看到右边有三具尸体, 我杀的那个家伙也紧紧地浮在地上, 都是昨天刚杀过的新鲜的尸体, 我不想看我亲手杀的那个人, 于是尽量不去看, 那个临死前表现不好的四十八岁的男子, 蠢笨的身躯被翻了过来, 月光可怕地照在他那张男看的脸上, 在昨天下午三点, 距现在十二个小时以前, 还是活生生的那个顽强地祈求饶命的大男人, 现在被冰冷的夜路淋湿了, 月光在他的尸体上玩耍, 我们来到一条凹凸不平, 极难走的路上, 路渐渐地成为陡坡, 我们来到坡顶, 野狗在远处的黑暗中, 好好的叫住, 北支那这个地方也够很多, 来到山坡, 我们看到昨天所杀的尸体还横卧在那里, 我们从尸体旁走过, 又登上第二个山坡, 山轮绵延起伏, 我们通过的下边已经完全消失在黑暗里, 漆黑的夜幕在我们的脚下无限地伸展住, 夜空中闪烁住无数的星星, 月眼像女王似的放射住暗淡的光芒, 我们爬了大半个山, 连敌人的影子也莫看到, 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 寒冷的地表也没在黑暗里, 地上的静谧包围住我们, 只有星星和月亮在闪烁, 有石川来野狗在遥远的黑暗里的嚎叫, 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是没有, 还是流星吧, 可是, 丽花说确实不是流星, 她说是像银白色, 红色的火焰一闪而过, 变戏之后消失了, 是不是鬼火? 鬼火? 有鬼火吗? 灵火燃烧倒是有的, 或许是野狗叼住尸体跑, 尸体中的灵燃烧住, 是幽灵? 是昨天杀死的知那老的幽灵? 难无阿弥陀佛? 什么? 什么? 不要说这些稀奇古怪的话, 难无阿弥陀佛? 别说了, 再好好想想, 那好, 回去时, 我们数数尸体的数目, 尸体有二十具就对了, 就这么办吧, 我们顺住原来的陆下山, 毫无警戒地大声说主话, 昨天的暴风雨, 真不可思议, 挨连续几个月都是晴天, 又到了春天, 竟然下起了冰雹, 是神连敏这二十个真男老, 降下冰雹来挨道了, 你别闹了, 可确实有点这种感觉, 因为这场暴风雨来得太突然, 大疯狂, 这二十个人应该恨我们, 那当然, 没有一个人会感谢你杀了他的, 特别是要奋恨冬, 我们这里杀人的只有冬, 说什么呀, 我杀的那家伙, 一刀就把大脑砍掉, 他什么都不会想呢, 忽然, 那十六斑流血的刀口和血喷出来的情景, 在我眼前闪现, 我一阵恶心, 你们认为杀死的二十人中最冤的是哪一个, 是那个四十八岁的大男人, 也为他说有父母, 有妻子, 有孩子, 并且顽强地祈求饶命, 我讨厌了, 别说这些吧, 不知是谁最后说了一句, 大家一下子都沉默了, 但是, 谁也没有感到恐怖, 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吧, 不久, 我们来到前天杀死的十六具尸体的地方, 一, 二, 三, 十六, 真是十六个, 这些尸体有的头歪住, 有的头朝下, 有的头仰住, 满地都是, 断头的躯干发怒地冲住苍天, 捅过的尸体, 像随便扔掉的衣服一样横在那, 那个对着荒原上等兵大叫, 呲牙咧嘴地傻笑的男人, 即使在地狱里, 也会被这场暴风骤雨蛮横地刮倒吧, 无论哪一具尸体, 都好像被大地紧紧地吸住, 静静地, 一动也不动, 这时, 暗淡的月光, 徘徊在这些尸体上, 没什么异常, 是十六具, 十六, 我们又沉默地往下走, 下面的山坡上有四具尸体, 我杀的那个年轻人垂住头趴在那里, 头后部的刀口在夜色中呈黑红色, 干裂了, 我突然闭上眼睛, 不想再看, 回去吧, 我说住, 迈开脚步, 那十六般的刀口浮现在眼刚, 唱下杀曲吧, 我刚说完, 大家就唱了起来, 不能恋慕的外乡人, 大家齐声地唱住, 黑夜里寂静的山上, 响彻主家杀曲, 这是对死者的超度, 唱完一段加杀曲, 突然我的头脑里, 又若隐若现地浮出那十六般的刀口, 然后我又唱起加杀曲, 十六般的刀口若隐若现, 实在是讨厌, 但我感觉不到任何恐怖和不安, 完全是一种坦然的心态, 不久, 我们来到平地, 在铁路边铁丝网的缺口处, 孤零零地站住不上, 什么异常也没有, 是吗, 还是鬼火吧, 杀了二十个人, 回出鬼火, 喂, 不哨, 你看到鬼火, 以为是信号大了, 防御总不免神经紧张, 我们向小队长报告没有异常现象, 小队长自言自语说, 那么, 还是鬼火吧, 鬼火存在吗, 有吗, 不知道有没有, 不过, 还是鬼火吧, 我们把那奇怪的火, 看作是鬼火, 又钻到床上睡觉了, 天亮了, 今天要和值得回忆的陆王坟告别, 其他部队还会来这里警戒, 我们给车站工作人员发了手榴弹, 并提醒他们, 如果遇到敌人袭击, 就用手榴弹来防卫, 然后钻入地下室, 大夜连队决定从新乡北上到这里, 我们上午十点整队, 然后坐在广场上等待, 先头部队于下午一点左右到达, 长龙般的队列从我们的身边通过, 太阳火辣辣的照住, 温暖的空气使人懒洋洋的想睡觉, 我们背着背包, 仰头大睡, 我们这个小队被命令到队列的最后, 去援助车辆, 车辆, 野战炮, 军队和马匹陆续不断, 我们无精打采地躺住, 一边抽烟一边看住部队从眼前通过, 这是有一辆六匹马拉柱的弹药车过来了, 车上不是弹药, 而是一大堆毛毯, 毛毯上躺住一个悠闲的炮兵, 鼻子里哼住个, 这辆车到达通往山里的十字路口, 钢要通过, 忽然轰炉一声巨响, 车辆飞向空中, 马正拖江神狂奔起来, 躺在车上的士兵被摔到沟里, 我们从十点开始在这太阳中等待了三个小时, 热得浑身发软, 这声巨响惊得我们一下子睁开眼, 我原以为是炮弹自然爆炸, 车辆成了碎片, 四处飞散, 但片落在离我们三四米的地方, 队员们吓得四处逃避, 村下稍微铁青住脸, 大声吼叫, 喂, 有没有受伤的, 那位哼住哥的炮兵早已吓破了胆, 好像死了似的趴在沟中一动不动, 幸好是躺在茅台上, 没有受伤, 底面上出现一个大洞, 是地雷, 不知谁叫道, 喂, 还有理, 请注意, 向前走似乎很恐怖, 这条路至今每天都要通过几十辆大卡车, 而且还有很多人马通过, 可是没有被炸毁, 那是敌人埋地雷势埋得太深的缘故, 前天晚上的一场大雨, 使泥土松软, 加上许多部队通过这里, 泥土渐渐的变硬最终导致了爆炸, 部队在我们面前通过, 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到下午三点, 我们才最后出发, 我们像在后方被高高的砖墙围住的城堡般的陆王和他妃子的坟告别, 太阳火辣辣地照住, 照在身上直躺汗, 讨厌的行军又开始了, 这么多人的大部队要速赢的话, 需要十个村庄吧, 这次出发, 决定行军一个小时后再速赢, 我们来到城门时, 小队长检查人数, 发现少了士兵木下, 这个男人始终有气无力, 是个傻瓜, 城门的正前面有一条护城河, 河上有一座石桥, 我们在石桥上休息, 等住木下一等兵, 五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可木下军还没有到, 和以往一样, 为了等木下军, 全体人员都要遭罪, 大家愤愤不平地痛骂他, 以前北支战斗时, 他给大家带来过很大的麻烦, 时间渐渐过去, 我们想早点回宿舍休息, 更是大骂他嘛, 二十分钟过去, 须住威廉二世世胡须的大男人木下军, 向将军式的乘铸人力车悠然来道, 他的举动令大家寒心, 大家抓住他这种态度极坏, 毫无礼貌的行为, 大声的斥责, 木下军慌忙想从车上下来, 苦力不知道车要停在哪, 镜子拉住车往小队这个方向走来, 木下军边叫住你你, 边在车上抱跳住, 激烈摇晃的车停了下来, 小队长不吭声地看住他, 突然使劲地打了过去, 怒骂, 混蛋, 那天晚上, 木下说自己肚子痛, 并表明不参加以后的讨伐, 他从未参加过战斗, 现在他又想回避了, 现在他又想回避了, 他又想回避了, 他说自己肚子痛, 他就想回避了, 他身体不参加价子, 那么,